32岁肖战和21岁赵金脉演兄妹 出演正午阳光电影1943年十排保卫战 谎传32岁肖战将首次合作正午阳光 他在拍完《藏海传》之后将镜组电影得显景致 预期拍三个月女主角是21岁的赵金脉 电影中两人不是情侣而是一对兄妹 这是肖战与正午阳光的首次合作 作为正午的首部艳线电影 目前被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故事情节与战长沙相似 编剧是蓝小龙 导演是正午的孔生 制片人由侯洪亮亲子担任 正午阳光以正剧鉴长 拍出了《父母爱情》《大江大河》等剧集 之前没有拍过电影 胡歌的转型制作《狼牙榜》和《伪装者》 都是与正午阳光合作的 《德线景致》是正午阳光筹备了许久的电影 故事背景是1943年的恶西战场 在有名的石牌保卫战中 湖北宜昌我方与日方大战 我方以若胜强石牌保卫战的胜利 对抗日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3月 日方一路游宜昌 进入平山坝三个连队攻击大桥边和曹家范 守军右敌至曹家范以西 维歼了日军 日方只能撤退 之后只敢迁回作战 不在正面进攻 石牌保卫战中日方有很强的兵力 想冲破一道大门 石牌要塞 借此消灭岩浆的所有战队 然后拉长自己的战后长江运输线 石牌保卫战的战线从江北经过冰湖 直到南边的恶西山地可以说免更千里 这场作战的规模非常大 双方不光争夺一草一木 更重要的是未来 石牌保卫战是恶西大捷的重要一环 它是我方全线扇形阵地的轴中心 只有保住了它才能进退自如 如果被日方战了 就有可能导致封锁江面 也就失去了日后的反攻优势 失去了有力战机和地形 得先紧致的是一对寻常的兄妹 进入了这场战役当中 两个普通人见证了这场战役的悲壮和伟大 在两方的兵力悬殊特别大的情况下 我方已少甚多见证了真正的奇迹 32岁肖战和21岁赵金脉演兄妹 出演正午阳光电影1943年石牌保卫战 格先紧致是指不受外界干扰 用尽全力去付出 多用于称赞工匠战争片用这个名 寓意是全力以赴 这一次有不少正午阳光的御用演员出镜 32岁肖战目前库存还有一部射雕英雄传 这一次的战争片算是它一个比较大的尝试 也预示着它的转型决心 它未来将大力进军电影圈 武侠战争片都是男演员的首选 未来他将考虑更多的题材 正午阳光进军电影圈很正常 毕竟正午阳光的电视剧已经相当成功 做电影是早晚的事情 这几年电影圈也算是欣欣向荣 正午阳光选择首部电影做战争片 算是打了一张安全牌 毕竟正午做过不少抗战类型 算是相当有经验 这一次与肖战的合作 双方是合作共赢 战争片在电影市场算是热门题材 一般来说票房不会低 加上肖战的流量 相信会是圆满的合作 在电影市场算是热门题材